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9月7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艾尔 今早有光大政权国际政权策律师伍礼言 Kenny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Kenny 早上Irene 各位观众早上 美债息继续攀升 美股星期三都受压 道指收跌近200点 而行之夜其实升25点 稍后Kenny会和我们分析一下 如何看外围以至港股的发展 和一些焦点股份 也会和我们谈计陆债能否认够 如果有什么个别股票言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许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美国服务业指数好过预期 由50.4升至54.5 是半年以来最高 反映美国经济强硬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4.3水平 对于息口比较敏感的 两年期债息重上5来 加上重磅科技股收额 美股星期三是收额 13872点 美国指数曾经升至105点 日元再创10个月低位 之后回稳 招点美股 市场忧虑 华为新5G手机 会抢占苹果iPhone 在内地的销程 苹果股价下挫3.6% Tesla回落超过4% 收市跌1.8% NVIDIA跌3% Google和亚马逊跌超过1% 招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麦亚里和美团被本港收市价升0.4%至0.6% 美团自算部128.82% 腾讯ADR自算部326.42% 被本港收市低0.1% 跌0.4% 而汇丰控股ADR自算部58.01% 被本港收市升0.3% 港交所升0.8% 接算部313.08% 今天早上到外围市场 先看看导致期货的表现 暂时编冬不算很大 导致期货是轻微偏远的 跌19点 再提及到亚太区股市的表现 亚太区股市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是靠稳的 疫情平均指数33,296点 升55点 南韩市跌0.5% 澳洲市跌近0.8% 新西兰市跌0.1% 接下来看看恒指克奇的表现 预视选间港股初段的情况 马克奇靠稳 升55点 接下来和Kenny谈谈最新的外围市场变化 美国昨晚公布了8月份 ISM服务业指数 看到半年以来最高 以及超出市场预期 并且连续8个月处于一个扩张的水平 大家看看是否数据都在反映通胀 是否还强 市场对联储局继续加息预期升温 可以调期市场显示 联储局11月份加息机会率升至6成 美汇、美债息也升 你自己看 究竟美国的加息周期 是否未必这么快告终 会否有影响美股的表现 是的 没错 近段时间美股走势 最主要都是受到投资者 对于未来加息一个憧憬的变化所影响 包括见到近段时间一些数据 如果表演出来比市场差 往往反而对美股带来一些支持的作用 如果数据太有强劲 市场就反而变得担心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联储局都一直在益力通胀 和希望经济平均过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我自己看回近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美国整体上的经济表现 是仍然维持着一个比较健康的趋势 但是同时也没有过去相对比较过度刺烈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总体上来看的话 目前美国经济的状况 对于联储局在未来一个货币政策的决策上面 相对来说是比较舒服的 也就是说它相对的空间 或者灵活性也变相比较大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为什么市场对于11月份 是否加息的看法就变得相对比较分歧一点 我自己觉得11月份 即是联储局加息 我觉得机会都是一半一半的 但只不过真的从一个比较长周期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算加息加上这一次 其实我觉得联储局 即是结束这段加息周期 我觉得机会都是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从一个趋势上面去把握的话 投资者又不应该过度去聚焦 究竟这一次是加还是不加 反而从一个更加长远 或者说债息 有机会一个长线向下回落趋势 是作一个投资部署 我觉得都未尝不可 同时昨天三大美股指数 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跌幅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 都仍然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调整 因为看到昨天美股下跌 最主要是受到一些大型光的股下跌所拖累 看到纳指的跌幅也相对比较大一点 但是如果打开三大指数去看的话 其实纳指暂时仍然都是力守着主要移动平均指向 就是反映着就算说科技股 就是本身它的强势都仍然维持得到 同时在前段时间 我相信一个AI投资的热潮 仍然是成为科技股 未来在股价有所表现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虽然现在说纳指在一个预期市盈率方面 其实都不算太低 反而是有点偏高的情况 暂时是处于过去五年平均值 和向上辨的一个标准差之间 但是如果计算一个业绩增长因素 如果我们不是用PE 而是用一个PEG去分析的话 反而其实科技股纳指 就不算是说特别贵的 相对来说 我觉得仍然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美股这两个调整 都是一个相对短周期的调整 调整完之后 我相信黄后仍然有机会 有一个向上的力度 美股是这么看的 港股方面 当然除了美息有些影响 香港自然有另外的因素 稍后问你如何看这个港股的表现 先看看上日大市的表现 都是反复偏远的 恒指原本低高于51点 早段曾经跌了200点 都会见过去18,256点 下周之后曾经倒升几十点 恒指最终收市跌6点 補18,449点 成交额929亿 波子跌了0.4% 補4,176点 曼内房股就爆升 恒大标升了近8.3% 用创升了6.8% 碧桂圆都升近2.1% 物馆股碧桂圆服务升近6% 受益于国际油价做好 中海油升大约2% 小米升超过1% 联想集团跌超过3% 北水盘路 北水流入速度未有前一日强劲 但仍有41亿7千万的淨流入 是连续12个交易日录得淨流入 各股方面 融创中国全日吸支5.4亿 中海油和建行分别 吸支3.5亿 和3.1亿 正流出各股方面 腾讯和中学石油各自走资1.9亿 东方欣选走资1.5亿 继续和Candy谈谈谈港股市况 北水也继续流入港股 北水也挺看好 但人民币始终弱 例如离岸价也一度穿过7.3以关 加上美汇仍然强 人民币弱的趋势好像也会继续 始终两边中美货币政策可能有点不一样 你怎样看 即使内房最近有起色 整体指数来说 港股 是否那个弹力都始终受制于人民币会价 和大使的信心 我想人民币近段时间又再到走 仍然成为影响港股表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和之前人民币去到7.35的水平 我又觉得有点不同 因为这次人民币下跌 我觉得更加多是反映着近段时间 未会指数抽升 变相除了人民币之外 其他一众的非美货币 本身也是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知道昨天隔夜未会指数 最高是差不多到105的水平 这个对于其他货币 一定是有压力在 反而我觉得现在整个港股形势 最主要就是看回一个在经济面数据的影响 短线在波动方面就未必说会太大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行指 17,500点反弹上来 最高就差不多是见18,900 来到19,000点关前 大使的阻力是变得明显大了 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我们看到 恒指在6月份和7月份分别看到两个底部 一个是18,044点 一个是18,279点 这两条线连在一起 就形成一个上升通道的底部 目前19,000点正正就是这条 上升通道轨的一个下方位置 变成如果港股要重新回到上升轨 变得阻力更加之大 所以我相信短期恒指 理论上应该以18,500点 作为一个短线强弱的指标 但是如果真的反映着 大市有进一步向好的趋势 或者扭转过去相对比较强的局面 我觉得至少要站稳19,000点 才有机会形成一个转势 而整体9月份来看的话 我相信港股向下调整的幅度 或者空间未必特别大 因为始终在目前的政策形势之下 我相信仍然会为港股带来支持 同时近段时间 包括一些PMI数据 虽然就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相比起在3月初的时候 内地经济数据 我觉得其实已经有少少平稳的跡象 再加上目前所推出来的经济政策 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真正可以反映在一些数据身上 所以我相信时间逐步往后推移 其实对于内地经济数据的表现 或者对于大市在基本面方面的支持 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偏向正面 所以我认为9月份市况 其实大市主要都是平稳向上为主 未来也有机会挑战19,000点 这个比较大一点的阻力位 当然了 我认为目前制造港股 还要进一步向上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因素 就是成交水平平然偏低 见到近段时间大概都是维持1,000亿 甚至1,000亿以下 我相信这个成交量 就未必足以维持到港股 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反弹趋势 未来可以看回这个因素 会不会有所改善 如果这个因素 都可以有一个有效的 向上提升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对港股未来一个向上的反弹 就会更加有帮助了 aceite很高低 瘤 training